好 最后点时间我让韩冰讲一下 这个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染水的事情 大陆反应非常的强 那你看到在这个日本想要把这个被中国禁止的这个扇贝 卖到韩国跟欧盟 因为大陆不满 所以呢韩国最近跟这个日本的 有没有这个过去的仇恨都放下了 关系缓解啊 还定下目标2025年要向韩国出口41亿日元的扇贝 向欧盟出口45亿日元 这个目标值都定出来了 然后12月26号韩国就还说 我还是禁止一下好了 对不对 附近八个县所有水产品还不只是扇贝了 这个影席月也很不给面子 或者是说影席月脑袋也蛮清楚的 然后这个日本媒体还有个讯息 虽然登得很小 但这也是一个日本服软的概念 因为后来大陆的强度极强 禁掉大陆来自日本的所有水产品 它现在的这个数值几乎降到比起同比 降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多 剩下一点点是什么 剩下一点点就是跟吃的比较没有 井里啊 是观赏用的井里 但是听说最近井里也被禁了 因为井里不会吃嘛 所以日本进来的井里还是OK 这是唯一算水产品 但是听说最近井里也被禁 就要掉到零 不得了 所以在此之下呢 日本好像服软 它本来不让这个国际的专家去看 包括中国大陆专家 中国大陆一直要说 这要是科学解决 所以我要派我的专家去共同的监督 那现在日本报道 日中核除离水专家协议 明年就要启动了 你怎么看待 所以明年有可能吗 日本可以不要把这个海洋当成 他们的下水道吗 我觉得日本搞这个真的是蛮无聊 它你自己也应该知道 核污染水本来就是一个知识体大 可能会影响到周边所有人的问题 你一开始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应该要跟其他周边的国家 包括我们台湾 包括韩国中国大陆 全部都请他们来 然后大家一起来演你 甚至来测试 觉得他都没问题 那大家一起同意让他放 不就结了吗 你想太多了 对啊 那日本你又要耍帅 说我就可以 那你就要面临这个后果啊 你都没有计算到这个后果吗 韩国虽然因为 美国的压力的关系 它最近好像跟日本好像比较好 可是韩国内部的反弹是非常大 之前我们就有讲啊 他们囤积盐啊 囤积其他相关的这些东西 因为就怕你这个会污染到啊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说 我还是要敬你辅导周边这八线的水产 因为他内部的反弹越来越大 影席月现在内部制度很低耶 他也要考虑到他自己到底还能够 能不能撑下去的问题啊 那日本现在说 好你中国大会不买我的 我像韩国出口 我像欧盟出口 对 这就跟蔡英文讲的一样啊 大陆不买没关系 我们新南下 叫南方的国家去买我们台湾的东西 叫美国买 叫日本买 实际上杯水车薪买不了多少 同样的你看 现在他说他要对韩国出口 41亿的善备啊 韩国说我不要啊 我有说我要吗 那是你想要出口这么多 我没有打算要买啊 那你要像欧盟出45亿 你可以出口啊 但是问题是欧洲人会吃多少 你要像很多饮食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外国人不见得爱吃到这种地步 那中国就是很爱吃三倍嘛 所以你才会大举往他那边销 你看他一个41亿一个45亿 这还只是日本预计想要卖这么多 人家不见得会买 中国大陆禁掉他禁多少 光一个三倍两百多亿 那请问一下 那你剩下还有 还有一百多亿 请问一下卖给谁 现在其实不只是周边这些国家担心 日本自己人都有点担心啊 他们很多人对水产的购买也开始下降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办法的釜底抽薪就是 你要么你就不要排 你就停止在排放核污水 要么你就是要取信于周边这些国家 取信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打开大门 欢迎韩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 所有这些专家来 直接到你的海域去做测试 你自己采样自己检测 没有问题就心服口服了 不就是这样 那你不走这条路的话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 我禁就禁啊 我不吃可以吧 不吃又不会死人 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日本自己要去想清楚这个问题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委员 你怎么看 这个日本当然最近这个死鱼事件好多次 这个死鱼事件还是会让大家触目惊心 虽然从科学上来讲 不见得有必然关系 那当然这个对于韩国来讲 韩国有韩国自己的问题 韩国最近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搞得很坏 韩国泡菜 今年1到11月份泡菜出口额是1.42亿美元 进口额 进口的泡菜比出口的要多 什么概念 逆差880多亿 880多万美元 同时他们买了谁的泡菜 买了中国的泡菜 所以你怎么看 我泡菜单位是韩国的 我是中国的 不是 我跟各位解释 他是这样子的 因为山东离韩国很近 然后这个韩国刚开始 就找山东的农民来做代工 简单讲是代工 所以用气做的方式 就山东越做越大 出现了很多小老板 中老板 大老板 自己做起来了 那因为山东的气候 毕竟是比韩国好很多 所以产量品质 中国人懂吃嘛 做得不错 就韩国很多泡菜想说 搞个老板 我买你也比较便宜 品质比较好 它不是成品 它进口到了韩国以后 它加工了以后 在最后加工 是韩国人自己吃 或者是卖到台湾 亚洲各地来 所以变成说 现在山东才是真正的 韩国泡菜的上游 这个是经济结果 一直看不见的手 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们到韩国去 吃到的韩国泡菜 可能是来自山东的 白菜 山东大白菜 但是最后调酱 那个是韩国调的 没有错 韩国太多食品是中国的 什么大卤面 那个都山东腾过去 白菜 对啊 你知道在中国吉林 辽宁那边 很多北韩的民族 朝鲜族 所以你那个泡菜的技术 它当然掌握得到嘛 而且要掌握生产原料基地 对 我到韩国旅游的时候 还有人参机 也是中国的 大卤面 吉林做了人参机 像他们有个叫草马面 草马面就是山东的面 其实草马就是死井那种 炸那种死井面 是大卤面吗 不是 不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种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实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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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